做出來的效果是可以在雲端白板上看到一個HOME 這個怎麼做的? 其實還蠻簡單的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它的位置在哪裡? 它的位置在 在HEAD 上面 所以請你注意一下 要加按鈕,請你在哪裡?在HEAD HEAD 就是說它的夜鎖的地方 也許它的名稱叫HOME 比如說我要加這個的話,要怎麼做? 第一步請各位注意一下 移到下面幾頁的HEAD 下面幾頁的HEAD HEAD的位置在哪裡?就是這個 這個區塊裡面 我們放在哪裡?放在綠島機場的下面 Enter一下 把它放在下面 放到HEAD,反正這個區域裡面你按個Enter 打一個HOME 第一個 輸入一個HOME 位置不要錯掉 第二個的話呢 做超連結 選它 連結到哪裡呢? 緊,應該是HOME 因為我們上面那個叫HOME Enter一下 它會有個超連結了 OK 所以做法上就跟之前做網頁一樣 打字 做超連結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這個時候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即時來看一下 它這個時候如果切過來它會是出現這樣子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嗎? 當然還可以連結啦 只是說不是 那怎麼變成我們要的呢? 接下來特別注意喔 請你利用什麼 這個 這個標籤裡面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一個ICON ICON裡面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叫做HOME 第一個喔 請你把它改成HOME DATA ICON加上去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試一下 DATA ICON之後的話 我們即時看一下 這個時候綠島機藏一下 因為加了一個HOME 沒有作用 然後再來 第二個 把它改成 DATA ROW DATA ROW的部分 特別注意 第一個要把它改成什麼? BUTTON 對 BUTTON一下 OK看一下 它有沒有變 變了對不對 這好像上禮拜有講過嘛 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它的 可是問題 ICON是HOME 如果說我今天不要有字的話 其實用拆的應該也可以拆得出來 它有沒有一個標籤就是不要有字的 不要有字的 ICON 裡面的話有沒有一個叫 NOTEST NOTEST 現在有啦 然後沒有字的話 是ICON POSITION 位置我們先調一下 位置它有什麼 上下左右 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左邊的話 這邊有一個 POSITION 有沒有看到 在這邊有沒有一個叫NOTEST 有的就把它點下去看看 有沒有 在這邊 不過 它的位置好像不對 所以應該怎麼樣 把它搬加一下 搬到哪裡呢 前面 所以好記住把它再 再移過來 我們把這個 乾脆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的話 放在哪裡呢 放在綠島機場的前面 有沒有把它貼上 放一個位置 放在這邊 不過這樣子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要的效果 這樣好像不太對 OK 所以 這個理論上我印象中 只是要改 改兩個地方 好像就OK了 畫面先還一個向下鍵 那這個地方的話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我再把它切回到原來的 首先第一個動作 就是說 我們如果希望做一個 HOME的話 先把字打上去 那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剛剛這邊有按一個 Enter 換航的部分 它好像會產生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要把那個 換航的 符號給拿掉 好像就正常了 然後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兩個地方的設定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 一個是 ICON加上去 HOME 一個是NO TEST 這樣就OK了 然後做出來的效果 就可以看到 那再來向下的動作 這個動作我標準化再做一次好了 比如說把這個東西 再把它 刪掉好了 那特別主要它原來是像這樣 然後呢 我們要做 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就是 在這個後面 點一下 不過你按個Enter Enter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 可能會多出現一個什麼 這個P 實際上就是這個會干擾 剛剛做不出來就是有多這個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將來 直接在這邊做好了 這邊 我們先在這邊再試一次 HOME 先把HOME加上去 然後超連結 選它 這個地方做超連結 然後 連結到HOME OK 第二步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把這邊改成 HOME的ICON 所以這邊有個HOME 然後PERSETION的部分的話 改成 NO TEST NO TEST OK 一個兩個 那最後做完之後呢 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 這個段落符號 其實我發現 干擾就是它 這個P跟這個P拿掉 那怎麼拿掉 我看一下 是不是按Delete會不會OK 如果把它Delete 可是它跑到 跑到HOME裡面去了 跑到那個H1裡面了 所以喔 反正我們就是要把這個 搬到外面就對了 不要放在 不要放在那個 H1裡面 就是不要有那個P OK 移回來看一下 好 有沒有 移回來之後的話 反正是把剛剛那個 P開頭跟P結束的東西 Delete掉 這樣的話呢 做出來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應該就會是 正確我們要的 OK HOME點下去 好 第一個的話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我要怎麼樣 再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 向下一頁的按鈕的話 很簡單 Ctrl C 就是把 這一個 AHREF 這個就超連結 斜線A就是它結束的地方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後面 貼到後面喔 因為如果說 第一個按鈕它會自動 擺在 左邊 第二個按鈕會擺在 右邊 那我們只要貼上之後改什麼 改這個 連結 連結到哪裡呢 把它改成Page1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icon改成什麼 改成另外一個 如果說你另外一個 箭頭向下 做不出來的話 可以切到哪裡呢 切到這邊改 油邊要放這裡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向下 這個向下的話 Dash應該是D D的話是Down 你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向下的 改成向下的 一樣是NoTest 然後 裡面顯示的文字 其實不重要 不過你把它改Nest好了 Nest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那他們 我把這根結開好了 其實上面這個地方 其實有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從這邊 開頭 就是超連結到Home 結束到這邊 另外一個是 連結到Page1 然後結束到這裡 分別改成向下 跟那個NoTest OK 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啦 然後 再來我們來 試一下喔 做完之後呢 把它即時 看一下 點擊 綠島機場 效果是我們要的呢 這地方喔 有沒有 Home 跟向下 那向下Nesser 不是應該不是Page2 應該是連到Page2才對 把它改一下 這個第一頁應該連結到Page2啦 然後一樣的動作 那 南遼機場的部分 如果你要做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怎麼樣 你可以喔 直接把 南遼機場的那個 黑的部分 一樣把它貼上 這兩個東西 然後改哪個呢 改那個 南遼機場應該 切到Page3嘛 然後再向下 Page4 再切回來Page1 好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OK 試一下好了 這地方 那今天的練習的話 我想喔 大概就是 這樣子 做完了 那這個是一個 作業 那另外會有個變化 就是你們之前的網站 你看有沒有 把你們以前106 那個 變化體 改成 App 我想應該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好 那把畫面 再 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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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